没有突如其来的幸运,只有日复一日的认真和坚持。 早上,阿祖法新房子的工地上早早便传过来了机器的轰鸣声。 这轰鸣声是莫森帮忙请来的工人操作时机器发出的, 其目的是清理地基里的那些大石块。 而另一边,阿祖法则已经开始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 他在为工人准备早餐。 他们的早餐相对简单,主要是水果、酸奶, 再配上具有当地特色的囊饼。 阿祖法对待工人的态度极其热情。 在工人吃完早餐后,他没有丝毫地停歇, 又立刻手脚麻利地端来了热气腾腾的红茶。 在享用完早餐之后,工人又迅速地投入到了紧张忙碌的工作当中。 小阿依达似乎也已经完全习惯了在这个地方的生活。 他在妈妈忙碌地不可开交的时候, 不哭不闹,自己一个人推着玩具车, 玩得不亦乐乎,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自得其乐。 而工人师傅的工作效率极高, 没用多久,就出色地完成了十块的粉碎工作。 阿祖法对于工人师傅表示了感谢, 也在摄像小哥的帮助下, 顺利地支付了工人师傅应得的工资。 这样一来, 阿祖法也就能够着手进行接下来的浇灌地基的工作了。 阿祖法也是毫不迟疑, 立刻就行动了起来。 莫森和摄像小哥热心地帮助阿祖法弄来了一台搅拌机。 虽说有了这台搅拌机, 比起纯人工操作会轻松许多, 然而, 要把水泥和沙子一铲一铲地弄到搅拌机里面, 这仍然是一项繁重的体力活。 阿祖法在奋力铲沙子的时候, 能够明显看到她的运度已经相当大了。 照理说, 她应该尽量少做这些体力活。 但阿祖法实在是没有办法。 她一个女人独自带着孩子生活, 如今似乎没有人能够让她依靠。 她也深知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 被动地等着别人来帮她。 一切都只能靠自己, 哪怕在辛苦, 也得咬牙坚持。 她一刻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铁铲, 一铲接着一铲, 费力地把沙子装入搅拌机里。 在搅拌好之后, 阿祖法又不辞辛劳地 把混凝土小心翼翼地装在拖车上。 真是让人意想不到, 她居然也能够如此熟练地运用这台搅拌机, 仿佛已经操作过无数次一般, 动作熟练且有条不紊。 而阿祖法如今这样辛苦劳累, 属实是被逼无奈啊。 在经历了几次被妈妈无情地驱赶出家门的痛苦遭遇后, 她现在满心所想的, 就只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 康特今天再回到家后, 妈妈和表妹一直不停地要求康特, 让她不要再去费心寻找阿祖法母女了, 而是催促她赶紧帮忙再建造一间房子。 虽然康特态度强势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并且依然坚定地选择了离开家去继续寻找阿祖法母女。 但眼下的情况是, 妈妈没有房子可住, 而且那片区域估计也是不能再建造房子了。 那么, 以妈妈的经济状况, 显然是没有能力去购买土地来建造房子的。 所以, 如果康特最终寻找到了阿祖法母女, 而妈妈在得知阿祖法建造了如此规模宏大的房子后, 以妈妈那一贯厚颜无耻和霸道不讲理的性格, 她必定是会想方设法地想来住的。 而阿祖法的房子如果是在没有康特的帮助下, 她自己建造完成的。 如此一来, 就算日后康特寻找到了他们母女, 康特和妈妈都再也没有权利驱赶她离开。 至于原不原谅和皆不接受康特和妈妈, 这个最终的决定权也可以牢牢地掌握在她自己的手里。 所以, 阿祖法现在压根不想依靠任何人, 这想必也是她在所有工人帮忙之后, 都会毫不犹豫且及时地支付工资的原因所在吧。 这其中包括莫森, 她深知依靠他人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麻烦, 因此宁愿自己辛苦点。 阿祖法独自一人始终未曾停歇, 不停地忙碌于搅拌混凝土、运送以及摸平的工作之中。 经过她持之以恒, 坚持不懈地努力, 最终把所有的沙子全部耗尽。 无奈之下, 她不得不停下了手头的劳作。 然而, 令人欣喜的是, 她在今天成功地完成了大部分地基的浇灌工作, 仅仅只剩下极小的一部分尚未完工。 阿祖法对于今天所取得的劳动成果感到格外满意, 脸上洋溢着欣慰与自豪的神情。 她满怀感激地对摄像小哥表达了诚挚的谢意。 而阿祖法也用行动展现了一个母亲的力量和女性的坚忍不拔。 请相信, 如果你为了梦想努力, 那么梦想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或许经历的这个过程很痛苦, 但总会有花开的时候。